这次问答的前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放在一起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幸福密奥提出来的 他说吴俊老师,真理如果只是通过理性的思考或者是与他人的讨论而得出 那难道不会局限于自己的思维定式模式或者局限于几个人的有限的看法吗 真正的真理不是应该由实践去检验并确定的吗 第二个问题是凯尔文提出来的 他说对柏拉图学习的理解,我们需要讨论才能更接近真相 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们通过讨论而获取新的信息 新的信息才能消除不确定性而接近真相呢 感觉这个接近真相的过程是一个无限循环 难以把握什么时候good enough,也就是够好了 可以把了解到的近似成真相了 或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望老师解惑,感谢 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具有代表性 关于如何获得真知,古往今来的哲学家 科学家和科学史专家们有非常多不同的看法 没有标准答案,更不可能只有一个答案 我从2015年出版大学之路时就不断的在讲一个道理 大家要放弃掉得到一个标准答案的思维方式 如果说在中学为了高考 大家不得不背下来一个标准答案 得到一个好成绩,可以理解,可以原谅 工作以后依然抱有这种想法 就把自己的创造力给限制死了 如果我们在工作中凡事都存在已知的标准答案 那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就毫无创新的可能性了 因为已经有了不可改变的答案 人们能做的只有重复性工作 因此第一个问题本身预设了一个结论 实际上就把我们不熟悉的一些哲学思想 提前排斥出去了 回到如何获得真知这个问题上 其实这个问题我以后还会讲到 总的来说 今天至少有两种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 第一种是以迪卡尔、斯宾诺沙和莱布尼茨 为代表的理性主义 他们相信纯粹理性的推理能够得到真知 比如毕达哥拉斯发现勾股定理 就不是通过实践 而是完全通过逻辑推理 再比如伽利略发现大球小球应该同时落地 哈维提出血液循环的设想 都是先从逻辑出发的 当然他们也都通过了实验验证 但是在一开始发现真理的时候 逻辑也就是纯粹理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种是以修摩、洛克和贝克莱为代表的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能够找到理性主义的缺陷 但是它自身也有缺陷 我们在后面会花比较多的篇幅 介绍修摩、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 这些人的思想 其实是每一个接受了大学教育的人都应该了解的 很遗憾 我们过去缺乏通实教育 以至于大部分人对这些人除了知道名字以外 所知甚少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得到请来各个领域的老师 为大家补上通实教育 是一件特别有功德的事情 关于与他人的讨论而得出的结论 是否会局限于自己的思维定式模式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这里要说明的是 与他人讨论 并不限于只与一两个人讨论 更不限于只与同自己想法一致的人讨论 当你和足够多的 特别是有着不同想法的人讨论时 就会发现自己的看法可能真的就像柏拉图所描述的 言动中的人那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韩国 印度和越南的教科书 我和这几个国家的朋友和同事 深入聊过他们的历史教科书 谈完以后我是大吃一惊了 为什么呢 那种惊讶真的就如同在言动中 听到外面的人描述出另外一番世界 还有一些朋友留言 说如果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不同 讨论时除了争吵 得不到任何一致的看法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这不是说明讨论没有什么意义吗 其实讨论不是为了互相抬轿子 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 而恰恰是去听到不同的意见 然后促使自己反过来再思考 如果有人因为一个观点和你争吵 其实这是在告诉我们 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存在 这是好事情 上面第二个问题也提到 感觉这样接近真相的过程 像是一个无限循环 难以把握什么时候good enough 就是够好了 可以把了解到的近似成真相了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绝大部分时候真相只能无限逼近 比如我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就是这样 人们在近代发现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 后来发现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 又逐步发现了原子的结构 原子核的结构 构成原子核的质子和中子 然后是夸克 然后不断的往下深入 今天我们有所谓的宇宙的基本模型一说 但是如果我问你 为什么宇宙的基本模型会是这样的 现在还没有人能解释 就算又出现一种被大家认可的理论来解释它 我们还可以继续追根溯源 除非你一定要设置一个上帝认为它是一切原因的原因 否则追根溯源的过程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这就是对真理的探究过程 每一次追根溯源就会更加接近真相 但是在任何时候 谁要是说真理到此为止了 那其实就是宗教了 因为那个到此为止的真理就是上帝 由此可见 科学也好 任何理性的探求真相的过程也罢 它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断得到够用的真相 比如我们想把航天器发射到天上 牛顿力学就够用了 因为航天器的速度比光速慢多了 但如果我们想要建设一个粒子加速器 就要用到相对论了 因为粒子的速度和光速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类似的 如果要解释色盲等一些遗传病 我们理解到基因这个层次就够了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修复一段有问题的基因 那就要了解到分子级别了 也就是每一个碱基对的作用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 我们对真相的了解到一定程度就够了 没有必要钻牛角尖 但是要想发展科学 还真需要某些人成为杠精 回答这两个问题 希望大家能从广度和深度这两个维度 体会了解真相的难度 也体会到讨论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是月光提出来的 他说很多时候 我们对同样一件事情 常常只是因为各自观点不同就产生争执 即使这种争执可以产生好的效果 但常常也会造成分裂 比如说赵本山和宋丹丹合作的时候 打磨小品就有过争执 但最终是创造了经典的作品 而比如在家庭里面 夫妻为如何教养孩子的问题而争吵 往往就很难和平收场了 想请问一下吴军老师 怎样才能很好地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嗯 这是一个好问题 正如我刚才讲的 有不同的意见发生争吵 这反而说明大家想问题全面了 如果一个家庭对任何问题的看法永远是一致的 说明可能陷入了自我认知的误区 在发生争吵的时候 只要本着要解决问题 要对孩子成长有利的心态发表意见 夫妻双方一定能够达成一致 但是很多人最后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死不低头认错 这样的讨论和争吵就失去了意义了 第四个问题是木霞飞 霞飞七点整提出来的 他说吴军老师在这一季也提到 自己这两年一直在积攒素材 我看到上季度老师回答过自己是如何积攒素材的 那么对于书的素材是怎么处理的呢 电子类核查以后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还有一个疑惑 就是您积攒素材时会怎么取舍 哪些保留哪些舍去 能否就一个素材的收集和某一次的使用来讲一个例子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 我保留和舍去的原则通常有这样五个 第一 所有我感兴趣的内容都会涉及到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集合一 它是最大的合集 第二 如果是要写东西给大家看 那么就保留大家可能感兴趣的内容 这是集合二 包含在集合一中 第三 接下来保留对大家可能有帮助的内容 这是集合三 又是集合二的字集 大家感兴趣的内容 有的可能其实没什么用 我就舍去了 所谓我觉得有帮助 是指我能提供大家不知道的信息 第四 下一步保留我能讲清楚的 这是集合四 有些内容 比如信息论中的理论部分 其实大家了解一下很好 但是我估计讲不清楚 所以就放弃了 第五 最后 最好是其他人没有谈到的内容 或者某个话题 我和别人有不同的切入点和事实证据 这是集合五 我一般不太喜欢谈所有人都讨论烂了的话题 对于热门话题 我只想谈别人忽略的侧面 第五个问题是明媚S提出来的 他说老师您说 只有通过和别人的讨论 才能知道自己的经验是不是真实的 但我时常有一种无力感 作为个体 似乎永远无法真实的了解这个世界 看媒体 不一定是真的 上网可能夸张 出门走过的路又太有限 上班朋友圈就这么些 读书 一定程度上都是作者的偏见 但是触摸真实 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是否有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就足够了呢 嗯 这个问题中 其实暗藏着很多问题 你敏感的注意到了很多现实情况 这是可喜可贺的 在这一连串的问题当中 最重要的其实是最后一问 重新诠释一下 就是我们能否醉生梦死的活着 并且过得非常好 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醉生梦死的活着没有问题 如果这样活一辈子 可能也不错 但是就怕人在最脆弱的时候 这个梦因为某种原因醒了 咱们打一个比方啊 一位小伙子对一位姑娘讲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然后姑娘就生活在这样的梦里 从不走出他们的小屋 如果这个小伙子真的把这场戏演了一百年 演到姑娘变成老奶奶死去 也就罢了 就怕姑娘在最需要关怀的时候 发现背后全是骗局 那位小伙子早就和别人成家生子 甚至儿孙满堂 还挪走了姑娘的全部积蓄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如果我们对真实的世界毫无了解 那么我们所谓的岁月静好 可能只不过是海市蜃楼 最后祝你周末愉快 我们下一封信再见